Hello 大家好,我是Ava 又來到新一集的新貨推介 今個禮拜翻了很多新貨 事不宜遲,我們馬上來看看 今個星期翻了三款Charles的遙控車 我們首先來講比較細架的 綠色E Raffle 1比16 四驅有拆RT-R卡車 雖然它1比16 但依然保持著Charles的高質和防水功能 絕對沒有偷工減料 配置了Charles Raffle的懸臂架技術 高樓距Titan 550 摩打 獲得專利的Charles高電流連接器等等 創新之餘也考慮到耐用性 這個尺寸更方便攜帶 我們之後就來講T-RX 6 Ultima RC Horner 1比10 RT-L 6驅黑色Pamper車 RC Horner是T-RX系列中最大的型號 擁有高度精細的LED照明系統 以及倒落車身配件 堅固的外觀配合打得性能 後面配有工作電動攪車 可調節Wheel Chalks 和Ti-Down Bands 可以用來牽引和展示Votec車型的風格 另外配備門色軸、高低速變速箱 以及T-Lock 遠程鎖定叉速器 帶你享受大型RC的樂趣 接著就是最近很多人留意的 Trasus TRX 4 Chauvelette K10 Shine 1比10 加高穿越版RT-L PAMPER車 它擁有着極端的全地形能力 象徵精細的外觀 以及Trasus TUF內用性 出廠已經配備場備提升套件 以及超大的輪胎 高度精細的K10車殼 比標準TRX 4高1英吋 離地間距多了 令到它更容易在K區的地形上通行 K10的加長軸距 更加進一步增強了TRX 4 本身就已經很優越的越野能力 攀坡和行駛都更加穩定 喜歡玩攀坡車的就一定不能錯過了 除了搖控車之外 Trasus都翻了幾款Xmax用的車殼 分別是Solar Flare Version 藍色的Version 以及透明的Version 不單止TRX 4 EXO Design 以及X-Ray都翻了大量的RC Parts EXO Design分別有Forkusho Optima 以及Tamiya Top Force用的零件 而X-Ray就翻了多款X4 2023用的鋁製 以及碳纖維零件 在這裏就不一一細說了 有興趣可以上我們的網站看看 那今集時間就來到這裏先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like comment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